5月1日开播的古装剧《云香传》 由孟华路男星陈晓搭档三世而已毛小彤演出 男女主角CP已经让人期待 没想到配角群更是大咖连连 包含延喜攻略,复杀皇后秦岚 狼牙榜男星王静松 金马影后惠英红也将在剧中露面 精彩可期 陈晓与毛小彤在2014年便和演过《神雕侠侣》 当时毛小彤饰演郭福 暗恋陈晓饰演的杨过 不少人以为他们这次合作《云香传》是二搭档 但其实已经三度合作了 两人在活动上特别澄清 其实是三搭了 因为好多人觉得我和小是二搭 其实我们俩是三搭 我演过他 奶奶 太奶奶 那你应该怎么打他 太奶奶 他们指的便是2015年播出的电视剧 《大汉情缘之云中歌》 当时陈晓演出汉轩弟 在爱妻过世后 毛小彤便帮他带小孩 两人也因为已经是熟人 合作时非常安心 后续大家会看到 我们在花旬里有看到是还被公主抱了 这是不是两位第一次都是被异性抱 和第一次公主抱异性 是第一次公主抱别人 不管同性还是异性 都没抱过 第一次抱 我反正觉得是很特别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的感情线吧 她的感情线我之前在其他剧里都见过 然后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又很真实很承认化 然后很感觉 她的感情好像是在那边上戏的感觉 虽然我觉得很特别 可能这是一种特别的 就是吸引我了 然后第二个吸引我的就是我用打 哦对 这个真的也是进到我了 诚然在这一步之中真的是智商太高了 对 就因为因为之前拍的很多的角色呢 玩以后一出来以后都是武功很高 或者干什么 小时候拍的也是很多这样子的角色 难道难得有这么一个很出生气的 然后只是玩脑子的 但是也不知道最后被谁玩了 反正就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就很好 我觉得很好 虽然男吸引我的点就是 他非常的不好惹 人狠话不多 然后我跟小完全截然不同的就是 我被吸引是来自水尔南这次武功好 因为之前也拍过很多有打戏的武侠的片子 但是一直都是可能需要被救的那种 第一次觉得很洒很爽 很洒很爽 女侠鼓掌 然后可能大家也看到我的那个造型 因为其实我自己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比较柔和的 而这一次在设计造型的时候老师也帮我画了 那种比较贱美 嗯 硬气一点 对硬气一点就是 什么 他受残暴 哈哈 然后当时每天拍的时候老师 那个发型老师都要把我那个头发扎得很紧 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的 可能是跟我以往的武装比较温婉的造型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平时都比较甜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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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